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融资还在增加 但是看起来盘面上好像还行 可是已经不像过去 过去会有很多股要涨停板 而且有一个明确的主流在带 最近是没有 最近是没有什么主流在带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我昨天跟大家讲 现在操作上面 你要严选持股 不要去乱枪打鸟 不要去乱枪打鸟 因为最近整个融资增加蛮多的 而且它下跌是量增 上涨是量缩 代表最近已经有很多投资朋友被套牢 所以你现在先 站在新的主流出现 主流出来之后 这个比较好操作 现在你就严选持股 切勿乱枪打鸟 你不要看最近指数这样子 指数其实没什么动 指数从这里也算是一个区间 但是你看这股票 这股票你买错差很多 你看这是上全 买错差很多 从79块是63块 是不是最近都在跌 你看是4533 对 协计也是跌到最近第一年 很多股票其实最近都蛮弱的 从714块跌到535块 这还有像什么3624 你看一下 你看这什么状况 从72块钱跌到49块 6515盈威 盈威也是啊 从928跌到638 637 没人都在哦 所以呢 我跟你讲 现在盘面上的热门股 不一定是你操作的首选 应该反正说 热门股你应该是短线上 不要去管它 你应该要买的是未来的热门股 就像我现在策划给大家写 今天头版有一个新的新闻 华硕大黑马 入列了NVIDIA的AI伺服器的供应链 它是第一次哦 第一次被第一批 人家最新的AI伺服器 就把华硕列进去 这是第一次哦 好 那2357今天怎么讲 今天小涨一点点 因为小涨一点点 所以大家不会跟你讲这个新闻 但是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 我跟你说的是 华硕第一次被纳进去 那你知道做伺服器它有什么 它应该有很多零组件吧 就像什么 就像这个AI伺服器 对PCB跟铜箔机板需求会增加 所以呢 像PCB的金像电 PCB的脖子 铜箔机板的台药 铜箔机板的台光电 最近都涨非常多 对不对 你伺服器里面有PCB PCB上面还有铜箔机板 那我请问PGP上面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CPU GPU 那还有什么 记忆体还有什么 还有电容嘛 对不对 还有电容嘛 所以呢 这个东西 电容什么 它也是要升级啊 这等你再跟大家讲 好 我等你再跟大家讲这个 你现在要想的是 现在买什么股票 买什么股票 你能够赚最多 买什么 当然是买默默无名 到不为人知啊 买默默无名 到不为人知啊 就像我跟大家讲这个啊 玉太 对不对 玉太是做什么的 微机电 好 微机 微机电麦克风 为什么 联发科要三十 要以三十亿入股 这个玉太 因为未来 所有的东西都要智慧 连到网路上面去 连到网路上面去的话 你当然需要一个智慧声控嘛 对不对 智慧声控的一个必要元件 就是微机电 MEMS麦克风嘛 然后我跟他讲 我们买的股票是什么 总股东人数再减少 特殊充法再增加 对吧 我跟他讲什么 买系统 系统 来 18块不到 18块不到 你看看他今天多少 2363 来 今天多少 今天22块4哦 22块4 来 我跟他讲说在哪里 我跟他讲 哪一天 是这一天哦 来这一天哦 是这一天哦 这一天是不是说17块9 没错吧 这多少 22块4 你想一下哦 最近不要说太久之前 你就讲上个礼拜就好 上个礼拜指数跌了450点 然后这个礼拜继续再跌 这光一个上个礼拜到现在 不要说六末赚到钱 我相信很多人少赔就已经很厉害了 赔了不多就已经欧米投赚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跟他讲 你要买什么 要买这个啊 真的啦 买总股东人数都没有再增加 特殊充法在第一档布局了 对不对 市场不知道才是决胜关键 才是决胜关键 然后呢 这礼拜五啊 接着礼拜一涨停板锁起来 他在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不止嘛 对不对 好拉起来之后开始洗盘 洗盘之后 昨天指数跌100多点 他涨停 对不对 今天呢 今天指数要不要洗来洗去 他可以拉起来 对不对 指数是不是掉下去 他是不是从这里 又可以拉起来 那降多少 来降多少 加26% 真的啦 自上周大盘回当以来 请问你有赚到钱吗 来简单回顾一下 系统先前的不许行 那我请问你 你以后要怎么跟电脑沟通 讲话嘛 我讲话他接收嘛 那中间要有什么 要有一个无线麦克风 就是这个微电机麦克风 M1MS的麦克风 所以这个商机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现在用在手机 用在笔电上面 那未来车用这个会很大 车用 车用就是 以后你的车子里面 你可能就是直接跟他讲话 他就OK了 不用再这样 你直接跟他讲什么 他就会帮你处理 这么快 这个东西现在都还没有 所以未来在车用的时候 车用的时候 这个M1MS 这个麦克风商机会很大 所以呢 联发科他就去276元 就是先去支募了 入股你看6679 他这也是大涨之后休息4天 联发科是现在他最大的 最大的那个 好那请问 除了育态之外 还有谁呢 来还有一家 这一家 老牌电子股 老牌电子股 他禁止25块 今天几块 18块不到 禁止25块钱 18块不到 好那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讲老牌电子股 现在都涨什么 涨23类 对不对 什么广达 银业达 2383台光电 都是23类 没得2329对不对 是不是都涨这个 你看这华钛 是不是老牌电子股 过去连动都不会动 现在直接给你标起来 对不对 这2383 这什么占比也不高啊 他也是直接跳工厂 先办 对不对 什么2382怎么 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广达今天创新高 所以现在全部都涨老牌了 23开头 这一支 这一档23了 他也是有个大股东 他大股东更老 好那重点是 他做什么 微电机麦克风 智慧声控应用市场 成长潜力无穷 未来办法 现在手机车用 无线耳机智慧物联网 未来是什么 AIoT 就是智慧物联网 智慧物联网很简单 以后你做什么 是不是直接声控就好 那你来看一下 他几年前 去做这个 这是他们家观望 他们在做这个 人工智慧接轨的语音界面 对不对 语音辨识 语音控制降噪 还有声闻辨识指向心 对不对 这就是未来 未来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 还有很多东西都会用到 而且现在还没有 以后会越越多 他除了做这个之外 还有做这个 这叫什么 智慧玻璃 智慧玻璃 这个想还知道 以后会越越多 以后看你是用手去滑 不然就是用酱了嘛 这个商机是肯定是大的 好那重点是 现在没什么人再提 好来 股价呢 股价多少钱 股价便宜 不到18 禁止多少 25块 应该还行啊 今天系统多少 今天系统 你看一下 今天系统是不是来到这里 我们讲快一点 系统是不是227 这样是不是赚26% 没错吧 你相比一下 最近 最近你不要以为 这个赚钱是应该的 你看一下很多股票很厉害的 你看这个叫亚航 你看那亚航 从67块进去35块 每天都是黑的 这种股票很多啊 我刚跟你讲3624 不是涨这样吗 6515对啊 是不是很多这样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3526 昨天涨停板 对不对 他昨天涨停板8000张 我想说 今天该不会跌停吧 想不到他真的 他今天就跌停板 所以我跟你讲 这昨天涨停板8000张 今天立马直接开地 直接灌下来就灌了 所以呢 我跟大家讲 现在做什么 不能乱做 你要买什么 买大家不知道 买大家不知道 就是这样 对吧 如果你买大家都知道 那不一定哦 那可能 就不太会动哦 那还有什么股票 现在大家不知道 来我跟大家讲 这个 今天华硕 大黑马 被列入NVIDIA 新的伺服器供应店的 首波合作名单 好 那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要想的是 华硕如果是NVIDIA 最新伺服器的 首波的合作名单的话 那请问伺服器上面 有什么东西 有PCB有通波机板吗 还有什么 还有铝 就是电容 铝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 其实如果你问我这些股票 我没有一档有兴趣啊 金像电 博制 台药 台光电 都涨很多 我都没兴趣 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问我 我一句话就是卖 这个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列在上面这四档 我都没兴趣啊 但是赏户很有兴趣 我是都没兴趣 我对下面这个比较有兴趣 来 如果对AI伺服器是不是 未来它传输速度会变快 是不是PCB要升级 通波机板要升级 然后请问 这个电容要不要升级 当然要啊 你原本是什么 原本如果你是伺服器的话 可能用铝的一个电解电容 但是呢 现在你要变成什么 固态铝质电解电容 要变成固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固态的 也就是简称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的话 它具有高导电性 还有高热稳定 高导电性还有高热稳定 那如果是原本的铝质电容 铝质电容就是它上面没有封起来 它上面有那个圈圈的那个 那就是铝质电容 如果你整个是平的硬的 那这是固态铝质电容 以前那种一粒铝质电容 那上面没有风险 那个态热会迫雜 迫雜 它上面会溢出来 那里面是电解液 所以呢 现在AI要做什么 AI要用固态电容 好 那现在呢 固态电容你要买谁呢 这里有一家 你看他 这特殊筹码一直在增加 总股东人数反而在减少 这总股东人数反而在减少 特殊筹码一直在增加 这家是谁呢 这一家是新的 NVIDIA的AI伺服器供应链 怎么说呢 它是全球第二大固态铝质电解电容的厂商 第二大也就是第二大固态电容的厂商 那这固态电容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可以用在伺服器跟板卡 而且这一家公司在板卡 CPU GPU伺服器的领域布局非常完整 它原本的固态电容 就已经导入NVIDIA的HGX 也就是AI伺服器 次系统模组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 本来就是NVIDIA的AI伺服器的一个供应商 只是说它本来是 比较没有那么高阶 没那么高阶 DJ也不错 DJ也可以出货数量比较多 那现在呢 它的大股东NVIDIA 已经列入新款伺服器首波的供应商 那我请问你 华硕要用的相关的固态电容 要跟谁拿 它有两个选择 它可以跟全球最大的固态电容厂拿 那一家在哪里 在日本 如果说伺服器和NVIDIA合作伙伴 基本上都在台湾 那你固态电容跑去日本买 不用吧 跟自己的转投资的公司买就好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第二大的 好了 它这是第二大的 来 华硕持股11.9不是最大 台庆科才是最大 台庆科持股28% 台庆科最近买了很多这家公司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它要切入AI伺服器 因为这家公司在板卡跟伺服器布局完整 所以台庆科最近来跟它合作 就是它要进入AI伺服器 那华硕又被列入首波供应名单 那7月营收成长74% 你想一下 这个都没有散户了 你做这个才会赢 真的 你跟散户在那边拼 真的拼得赢吗 想想看 来 这我跟大家讲的 我会生 真正厉害的人往往不合群 对 真正厉害的人往往不合群 111块掉下来买嘛 对不对 没有涨我也跟你讲 很少人节目上跟你讲一档没有涨的股票 对不对 基本上不会有人跟你预告了 好 来 礼拜一是不是涨停板 涨停板 那相关的操作节目上 我讲过就不再讲 好 那昨天呢 昨天是不是掉下来 是不是跌停板 我昨天节目上怎么跟大家讲 股价在第一档震荡叫洗盘 对不对 写在这里 那我跟你讲 最近你要多做点价差 多做点价差 不会害你 没有这么尴尬敢跟你讲的 跌停板就收起来 对不对 来来来 是不是在这里 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又差点涨停 你不要就去追在这里 你要反着做 你这个要反着做 听说 威胜一个掌停板一个跌停板 听说很多人赔了一堆钱 就是业内比较有名的那几个大券商 掌停板这一天 很厉害的券商 很厉害的被金主买一亿 不多一亿 昨天跌停板赔八百多万 就一天而已 一天我会胜 所以你现在想哦 你就不能乱做哦 你这个做错错都差很多了哦 那你要去想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而不是 而不是它涨上去的时候 快亮灯的时候你去追 不行 现在不能这么做 你现在要想的是 它现在掉下来对不对 我买也有没有胜算 没胜算的话 让我买别值 是不是 上来有价差 看什么交易要做 所以现在操作上面 第一个短线上的 你可以做一些价差 那波段的股票 如果散户还不知道了 你可以默默做布局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就乱找回来 再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汇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长大多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长大多顾咨询阵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指数上下震荡 收盘小提6点 那我说现在盘面上没有主流 那你应该把钱准备好 把钱准备好 站带AI的主流出来 我们再来买全新的主流 短线上不要急 不要乱买股票 对不对 你要买有把握的 你要买里面没有赏户的 对不对 就像我跟大家讲这个 当室温超导体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们盘面上涨什么 涨电缆族群 涨铜 涨铅 我说这个是超导体 你收回股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超导体可以用在什么 可以用在磁浮列车量子运算 可以用在磁浮列车量子运算 所以如果是我 我当然是去买量子运算 量子电脑晶片台湾的厂商 对不对 而且它是重挫跌停的股票 对不对 礼拜三跌停嘛 好 然后礼拜四台风 礼拜五买进去 买进去收盘坐在这里 小涨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礼拜一 指数涨 它涨停板 309 昨天呢 昨天指数跌100点嘛 今天指数又跌嘛 来来来 今天多少 还是300多啊 不是一样吗 昨天指数跌100点 今天盘中指数又杀一次 上个礼拜指数跌450点 对不对 好来 它礼拜一指数涨 它涨停 今天请问你是不是还是300多啊 我跟你讲收多少钱 哎 我跟你说多少 跌停板嘛 那隔天是什么 272块 对不对 来简单回顾一下 先前的浮一下 所以你不要人云亦云 你不要人云亦云 来 我说这些 不一定是 因为我不知道 那我说 如果是超导体 它真的可以 用在室温的话 那当然 你要留意什么 量子运算 量子运算 你要小心 这个量子运算 对不对 Google披露量子电脑新突破 比世界上最快的超级电脑 快47年 这是最新最新的新闻 这是两三天前的新闻 不是旧的 Google近日宣布 在量子运算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它设计的量子电脑 可以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完成世界上 最先进的超级电脑 需要47年 才能完成的运算量 这厉害了吧 也就是说 超导体这件事情 是不是立马成真 假设立马成真的话 它对量子运算有运算 绝对有帮助 但是如果没有立马成真 我告诉你 量子运算相关的电脑晶片 也是你要留意的 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错吧 我昨天跟大家讲 独家揭秘有两家 有两家 这是第一家 另外一家是什么 另外一家是一档跌停板的股票 老师 那高平跌停板呢 对不对 股票跌停板不会有人跟你讲 我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量子运算 在量子运算中扮演重要角色 是量子电脑里面的核心晶片 如果成真的话会加速量子运算 如果不成真 量子运算还是在 对不对 量子的电脑 电脑的核心晶片 来今天掉下来给他买 要备了 272 买下去 买完好事就发生了 买完好事就发生了 涨到涨到呢 涨到最多涨到288 从272涨到288 收盘是小涨 收盘没有涨那么多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现在市场上面 很少人跟你讲 就是人少 没有人跟你讲 你才会赚到钱 现在做股票 买对跟买错差很多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272 今天是不是还300多 这样是不是又还赚三十几块 那你要去想哦 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这个你 最近你有没有赚到钱 系统今天又创近期高点 对不对 我跟你讲买这个 这是不是快跌停 还是跌停版嘛 没错嘛 隔天是不是买272 真的啦 会员都在看 对不对 来上来 然后309 今天还是300多块 没错啊 但是如果呢 如果你买错 你买这个 这个大家给你介绍的 就是媒体 大商媒体 就跟你讲了 哪一支你没有赔 来来来 你看第一桶 第一桶从37块跌到多少 31块跌6块 那1727中华化 从37块6跌到多少 每天都跌啊 对不对 不然你说9955也同样啊 从27块跌到22块啊 是不是你买完之后 就天天跌 连跌五个交易日 但是我们不一样啊 只需要往上走啊 所以这个一来一回 差很多 你这边赢15% 这边赔15% 这来一回就三成 而且这只是几天而已啊 那如果万一 为了还有新的股票要上去 你得好好把握 真的 我跟大家讲 做股票就是这样 从默默无名 不为人知 到人尽皆知 家喻户晓 这是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 我跟大家讲 我们买系统 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可以折码 是17.95 当天收盘 17.95 是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上来 然后涨停板 然后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大涨 是26% 没错啊 那先前的炎氧 144块钱 这VCR放过很多次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网 去YouTube 搜寻 超越法人蔡明鉴 你也可以在Google上面 直接打蔡明鉴就好 在Google上面 直接打蔡明鉴 就会出现这个YouTube 他就一个蔡明鉴的YouTube 你这样按下去就好 好 这我都讲过都不讲哦 这样是不是64% 这无底是不是64% 这也是60几% 对不对 微软是不是56% 乘起48% 威胜65%第一波 泰塑61% 然后成名鉴一倍 先前还有什么 先前还有飞鸿 跟2406的溢加 对不对 都是从还没涨 就跟你讲哦 所以现在还有什么股票 是不为人知 未来有可能会 人尽皆知 家喻不互小 真的独家 不凡你就赢定了 有任何操作上面的问题 欢迎来电作询问 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本图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